大家好 欢迎来到Mess学院 上节课呢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 Web一个计算器 应用到了我们这个预定义变量 包括结合起来我们的表单 那这节课呢我们再来做一个 应用做一个什么呢 平时我们大家在注册的时候呢 是不是经常填写过用户名啊 密码邮箱等等 在填写的时候呢是不是经常看到 像我们可以来一个 可以举一个像 QQ 你可以新浪也行 我拉手 你要注册一个用户的时候 在填写信息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些限制 正常的邮箱就可以随便写一个 包括在这写用户名的时候 看到可输入4到20位 有这样一些限制 那现在呢我们就需要完成这样一个功能 首先呢必须通过我们 层层的检测之后 如果都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样才代表注册成功 包括这个验证码 密码确认密码 这样一些选项 好那接着呢我们也可以来这样一个简单的 注册页面 这样也是结合一下 我们的if 来看一下如何来写我们这些判断条件 ig 一个简单的表单 准备一个表单 来一个 假如说来一个Math网 注册页面 Math网 注册页面 接着来一个phone 提交到 写上一个用户名 再来一个input框 其一个名字呢叫做username 请输入合法用户名 接着再来一个要求写上一个用户名 以字母开始长度写些限制5到10位之间 好 这是第一个 来给它一个样式 扣右align write 接着再来给表格一点样式 border写上一个1 cell padding 写上一个0 cell spacing 也是一个0 再来一个bg color 请号abcdef 宽度 80% 这样的效果 接着这一个有了之后呢 其他的几个我们一复制就可以 简单的静态页面的 我就不带着你来写了 写成一个密码 type等于password name 起一个password 请输入密码 那现在呢 密码不能为空 就是必须要填写 密码不能为空 再来一个确认密码 确认密码 要求两次密码一致 同样的 同样的来一个密码 input 名字 名字叫做 password1 写上 写上一个要求 两次密码一致 再来一个邮箱 请输入合法邮箱 可以用email 这样的形式 或者用text 都可以 几个名字也叫做email 请输入合法邮箱 那合法邮箱呢 至少要包含at 我们现在简单的来验证啊 以后要想验证一个邮箱的合法性 我们需要通过政策 来进行一个详细的验证 现在认为包含at呢 就代表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邮箱之后呢 再来一个tr 写成一个年龄 年龄 再来一个td input 你可以选用number 也可以数字的 起一个h 要求年龄 范围在 1到125之间 这样的形式 还可以再来一个什么呢 个人简介 个人简介 我们就不要写了 注射的时候简单点 再来一个验证码就可以 tr td 验证码 来个align 接着来写上一个让一部输入验证码的位置 input text 起个名字叫做verify 那这儿呢 真正应该产生一个验证码 先写个假的 这样的形式 再往下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tr 写成一个按钮 就可以td cospan 2 input 来一个submit 写成一个注册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看到一个简单的注册页面 我们已经削完了 来看一下 ieg 首先呢 这一块 有写对啊 乱码 mate http go equiv 再来刷新 编码就正确了 mys 网 注册页面 验证码这个位置呢 是不是写的还有问题 看一下验证码 align 没问题 td right 好 这一次是正确的了 那现在需要把这个验证码位置上变成一个真正的验证码 那之前呢我们也写过一个彩色的验证码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来写一下直接用就可以了 要写 要写 plp 可以在这来写 写成一个 dollar stream 等于一个 这一堆 包括大写的也可以加上 这样的效果 写完之后呢只用从里边随机的取四位就可以了 首先让它带有颜色写成一个 dollars code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 span 斜线span 成对的来写 一个x stale color 冒号rgb 三个x 这样的效果 那第一个x呢首先可以通过两个单眼号两个点mt rund一下0到255产生一个随机数 第二个也是两个点mtrund一下0到255 同样的第三个 mtrund一下0到255 再从里边随机的产生一位 可以选一下两个点mt dollar stream mtrund一下0到四伏串的长度 减1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一位有了之后呢我们先来输出一下看对不对 之后一复制就可以了 刷新 你看到一个彩色的z已经有了 那接着我们把它复制一下不输出了 一位 两位 三 四 接着呢需要把它加上一个点等于连到一起就可以 只要把这个1234位置上替换成我们想要的验证码 echo一下dollar code 这样的形式 好刷新 看到一个彩色的验证码已经有了 每次都不一样 那接着用户就可以在这来写 写个用户名 写个密码 写个确认密码 邮箱 接着写年龄 验证码 这样一个形式 写完之后一点注册 真正的在服务器端应该接受到相应的信息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接受一下信息 先来试验一下 之后再来写我们的这些条件 doig 接收页面 接收信息 首先先确保都能接到 表单以post的方式发送数据 我们通过post来接收 password等于到达四项线post过来的password 第三项 password1等于到达四项线post过来的password1 第四项还有一个email等于到达四项线post过来的email 第五项是年龄到达四项线post过来的age 第六项是 来看一下 还有没了 验证码 verify 到达四项线post过来的verify 这样的一个形式 写完之后不要着急验证 首先先确保所有的你都接收到了 echo一下到达四项线 到达四项线post 再来一个password1 包括邮箱 还有这个年龄 最后还有一个验证码 我们来试验一下写成一个用户名 king 密码123 确认密码123 邮箱123atq.com 年龄写成一个23 验证码3wlv 你看到一点注册 相应的值都已经接到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那如何接到 接到用户输入的验证码 如何和我们真正产生的验证码 来进行比对 那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把它也发送过来 对 那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隐藏域来发送 接着我们可以找一个位置写一个隐藏域 来一个input heiden 之后呢这还会有问题 varify1 value写成一个 i code一下 $3 code就可以 那这时候你再来看 我们能否接到呢 刷新一下 写成一个 king123 密码3个3 其他的不用变 验证码是f1xv f1xv 一点注册 来看 是不是接到了 但是呢你没有接一下这个 真正产生的验证码 varify1 等于到了下一个post过来的 varify1 同样的你再来输出一下 i code一下 varify1 再来实验一下 刷新 好也接到了 那之后呢准备工作我们已经做完了 那接着就需要来进行验证了 那这节课呢主要是讲了一下 我们前部分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现在你们呢也需要按照我这样式 写上一个简单的注册页面 接着再接收页面先接收一下相应信息 看看是否能接收的到 接着呢我们再来一起完成一下 验证的一个操作 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